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我是格子姐姐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我长大了,我要一个人睡 吃过晚饭,洗漱完毕 在往常,接下来的时间就应该是舒舒服服地坐在大床上 跟妈妈一起看精彩的图画书了 可是今天却有些奇怪 妈妈舒舒服服地靠在床头,看着她的肥皂剧 爸爸舒舒服服地靠在床头,看着她的小说书 就是没人搭理威威龙 威威龙在她的小书架上翻了又翻 找出一本图画书,蹲在妈妈身边看 三下两下,威威龙就把一本书翻完了 他又去小书架上找书 不一会儿,书架上的书就都在地上堆得乱七八糟了 可是还是没有人搭理威威龙 妈妈舒舒服服地靠在床头,还在看着她的肥皂剧 爸爸舒舒服服地靠在床头,还在看着她的小说书 我找到了,我要一个人睡 威威龙嘟囔着 从爸爸妈妈的大床上,把自己的枕头滴溜起来 踢踢踏踏地走出房间 把枕头扔到了另一个房间的小床上 妈妈舒舒服服地靠在床头,还在看着她的肥皂剧 爸爸舒舒服服地靠在床头,还在看着她的小说书 我长大了,我要一个人睡 威威龙大了点声音嘟囔着 又滴溜起自己的小被子,披在被上 踢踢踏踏踏地走出房间,把被子扔上了小床 妈妈舒舒服服地靠在床头,还在看着她的肥皂剧 爸爸舒舒服服地靠在床头,还在看着她的小说书 还是没人打理威威龙 我长大了,我要一个人睡 威威龙又大了点声音 随便滴溜起一个什么东西,踢踢踏踏地走出房间 扔上了小床 当威威龙再次回到爸爸妈妈房间的时候 爸爸妈妈没有看书,也没有看电视了 可是他们看都没有看威威龙一眼 他们好像在专心地说着悄悄话 威威龙一个字也听不见,还是没有人打理她 我长大了,我要一个人睡 威威龙嚷了起来,忽乱地从地上抱起一摺书 他刚站起来,书就哗啦哗啦地掉了一地 威威龙,你怎么了 我长大了,我要一个人睡 你为什么要一个人睡呢 爸爸的呼噜声太大了,吵得我睡不着 可是,爸爸一直都打呼噜啊 你不是睡得挺好的吗 妈妈的电视剧里老是哭完闹的,吵得我睡不着 可是,妈妈平时都是等你睡着了才看电视的呀 威威龙终于憋不住了 一下子哭了起来 你们,你们都不打理我 我觉得你们不爱我了 所以,我要一个人睡 哎呀宝贝,爸爸妈妈怎么会不爱你呢 爸爸妈妈一直都很爱你啊 龙妈妈把威威龙搂在怀里,拍着她背 不过,爸爸妈妈也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啊 我们每个人都有她自己的事情 和自己的秘密 所以,我们不能每时每刻都跟你在一起玩啊 对啊,你也有自己的事情啊 比如说你在画画的时候,你在玩玩具的时候,不是也不喜欢别人打扰你吗 威威龙似乎有点明白了 爸爸妈妈没打扰你,是因为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事 有他们自己的悄悄话 就像自己也有自己的事情和自己的小秘密一样 爸爸妈妈还是爱她的 那,那我要不要一个人睡呢 嗯,我长大了,我要一个人睡 威威龙做出了决定 于是,妈妈带着威威龙坐在她的小床上 晶晶有味地看起了图画书 威威龙突然发现,这个小房间布置得好可爱 原来,这就是爸爸妈妈早就为自己准备的属于自己的房间 看完了书,威威龙躺了下来 妈妈帮她盖好了被子 她真的要一个人睡了 可是,一闭上眼 却好像看见了天上的星星 怎么也睡不着 睁开眼,天花板上似乎在放动画片 怎么也睡不着 威威龙悄悄地下了床 走进了爸爸妈妈的房间 妈妈舒舒服服地靠在床头 还在看着她的肥皂剧 爸爸舒舒服服地靠在床头 还在看着她的小说书 我睡不着 那你到这儿来吧 龙妈妈说着 让威威龙睡到了自己的身边 折腾了那么久 威威龙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威威龙觉得这一夜睡得又香又甜 可是,等她睁开眼睛 却突然发现 她竟然睡在自己的小床上 原来爸爸在她睡着以后 又把她抱回了小房间 嗯,自己睡也不做嘛 威威龙坐了起来 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 我长大了 我要一个人睡 在自己的房间 好了,小朋友们 今晚的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你也喜欢听这个故事 要给格子姐姐点赞哦 想要收听更多好听好玩的故事 关注格子酱讲会呗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